有網友問你,你對蔣經國有什麼評價? 這個,我都很遺憾 遺憾? 一個這麼有成就的人 一個這麼,他差不多 他的功過是凌駕於曾國藩 凌駕於曾國藩? 凌駕於曾國藩 他做中國人的功績 他帶頭打開民主大門 他清眠過曾國藩 老婆從來沒出來借過名字 找過一毛錢 他那個俄羅斯太太,蔣經國 很多人稱呼 尤其他在俄羅斯讀書的時候 他回來做貢州地方專員 接著接受命令再嫌打宋家 一身人 大家上網搜尋歷史 告訴大家 我覺得中國人 是很可憐的,自己同胞這樣說 不懂分青紅做白 不懂分好壞 一個人真的為國為民 是很可憐的,蔣經國 所以到今時今日 整個台灣人 包括外省人 都沒有講到北市 受人尊敬 總理台灣人 總理台灣人應該要正正式式 就是民眾黨上場 他如果有責任的話 他要幫蔣經國先生 再抬高聲譽 不是說笑 大家看看他一身人那種青年 我們做不到 在國民黨時代 在國民黨時代 蔣介石的兒子 怎麼做公子呢 當然 太少了 太少了 幾年青年 你有沒有拿 跟自己有仇 你看張學良那些 你有沒有做花花公子 大佬 老爸屈死 28歲接手 做上將兼東三三的總司令 你有沒有不治而退 賣了東三三 給你一個架子 如果他不肯退 有時間打的 東三三資源最豐富的 對不對 跟著旺溝溝 情緒作怪 太子爺 無論結婚遲了蔣介石 又搞得到這樣 但是蔣經國 你看看一身歷史 沒有出風頭 好幾十個 投犯今時今日 還在享受他那十大建設 對不對 解除黨禁 解除暴禁 是會帶頭的 蔣經國哪個身家 什麼都沒有東西留下 大佬 人家問他老婆 為何你先生死了 你都回俄羅斯 探望親 我哪有路費 這樣 我真是知道太前 因為我知道一早 我真是托人 給不路費的 蔣夫人 因為中國同胞 出一個這樣的人物 是不容易的 蔣經國死了幾年後 一問他 你不回俄羅斯家鄉行 他說我哪有路費 他都不讓他敲門 他不是太太 沒有路費 知道嗎 沒有路費 那你這樣 一毛錢錢剩下 大佬 蔣夫人 我都很遺憾 我都很遺憾 與我們的性格 建議勇為 你要有多少錢 你給你三幾萬元美金 你回去俄羅斯玩 上去婦人 上去婦人 隨時 但現在 在不在小 我未知 他走了 想見我路費了嗎 不知道 應該走了 我真的 這個 我都很遺憾 四十歲 是不是 如果我真是早知道 他沒有路費回俄羅斯 我真是不用考慮 與我們的性格 你也要十多歲 幾十萬 為何 升仔打人場 打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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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 我都說十幾 我不要說五條 我老婆說 分開撞 讓我再努力打 我們真是尊敬的政治家 蔣經哥 為何這一代的中國人 都不去 給回個 聲譽蔣經哥先生 我是拜師不得期待的 沒有 大家有網友聽到 如果有人 有敢於法 再紀念蔣經哥先生 通知我 我一定大力幫忙 搞這個工作 要的 在我心目中評價 他是這個曾國藩 這個曾國藩 他擔得起 第一個問題 有 偽造 是 有 有 好